工地旁的大排溝 今滿了泥水 不斷往附近的水溝宣洩 經過一個晚上 原本淹過馬路的水 已經稍微退去 但部分工地還泡在泥水裡 因為挖破管線 工地內許多機具泡水 工人們只能待命 而地點就位在 高雄人武人靈路上 當時裁定人員 正在進行推管工程 結果疑似管線圖 跟現場不符 在施工時不慎挖破了 直徑兩公尺的自來水管 導致大量的水湧出 現在要維修 恐怕要大規模停水 周邊住戶跟店家急了 做聲音的用水量大 要停超過一天以上 可吃不消 只是這一天不停水 被挖破的管線 每天流掉一萬噸的水 以每人每月平均用八噸的水來看 一萬噸的水 可以供一千兩百五十人使用一個月 換成成單日 則可以提供三萬七千五百人使用 而光是這漏掉的水 就高達一萬噸 唐若真的停水恐影響五十萬戶 吹管座位的時候 那因為不小心 放到那個自來水管 那目前的話 那個自有在漏水 那但是我們 漏出來的水 我們就引得到排水溝 不會影響到那條路的橋頭 另外就是說 我們有跟自來水公司 研討那個 搶修的計畫 那即25號會停水下來 那我配合自來水公司 來做這個修復的工作這樣 由於主要供水區域 包含南紫大社紫關 橋頭還有彌陀區域範圍大 目前在水公司仍持續供水 朝向對民眾影響 較低的方式盡情修復 若需要停水 會在公告時間跟範圍 提醒民眾來出水 TBN新聞 愛知行龍璇 高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